进 老板 我能不能请一下我的假 又去补习班 不是 我要搬回原来的家 正好我下午没什么事 我帮你搬吧 不用 这种体力活我自己来就好 再说了 东西不多 实在不行我就找那些 闲着没事干的朋友帮我就行 行 我就是那个闲着没事干的朋友 老板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江晓宁啊 我已经叫了搬家公司了 其实你某个闲着没事干的朋友 可以跟我来 我跟晨晨说她不用来了 她 江晓宁啊 过回拆许好设置 江晓宁走的是独木桥 跟你没关系的 大爷都是朋友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是朋友 咱要不要再吃等火锅啊 火锅可以啊 那等我们俩什么时候有空了 再约你 好吧 算了吧 小娘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 我要搬去另一个城市了 今天来就是跟你告别的 这么突然 嗯 那以后见面就没这么容易了 这有些人应该不希望 我们总见面吧 来吧 来一个 临别前对我 来来来来来 我替她给你拥抱 啊 哎呀 真好 真好 走吧 江晓宁 你看一下啊 这些还有吗 来了 那我先上去了 你保重啊 一路平安 拜拜 还不走啊 小娘是个好女孩 好好对她 我知道 不送了啊 小朋友啊 你想想 没有我的神助攻 你们能发展这么迅速吗 所以说有些什么事情啊 就说出来 别憋着 几十岁的人了 谈个恋爱扭扭捏捏的 像什么样的 你太小了 很多事情你不懂 等你长大了 我就告诉你 走吧 来 喝水 谢谢奶奶 光达 你好不容易忙完 赶紧去洗澡 休息一会儿 妈跟你去包饺子 我奶奶的套路 你基本也了解了 见到年轻男子呢 就是我的早恋对象 见到成熟男子 就叫儿子 主要是我们俩看起来 也没差多少 我看起来这么年轻 你最近怎么总关心 年纪问题呢 我没关心年纪问题啊 我最关心的就是 晚上到底有没有饺子吃 姑姑 顾川文 有没有饺子吃 没有饺子啊 都留下来 吃饭啊 叫姑姑一包饺子 姑说有 广达 你爱吃芹菜的吧 芹菜的 小麦 准备芹菜馅儿的 妈 知道了 不illy 你干什么 你肯定还有 你的 梦 是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旭 爸爸 你别担心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在许董那里很好 而且我最近很忙 没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 如果你想弥补我 就少让我见到你 少给我添麻烦 这就是你对我最大的恩赐了 就这儿吧 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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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着急走 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吧 我没空 要不一起吃个饭 我不吃了 你放开我 对不起 都是爸爸的错 从你入狱的那天 从我妈跳楼的那天起 我发誓我就再也不会原谅你 这里没给我电话 没事别给我打 약 6